所以你们有福报的 身后没有顾虑的 重要的是抓紧世界 真正十二年就有大成就 那个成就确实 世界文明 要用汉学来说 你是大汉学家 那不是假的 一精通一切精通 中国如是道是通的 如通了 佛也通了 道也通了 佛经典通了 如道也通了 这世界会有什么事 开悟是自信 大臣经上说的很多 一切法不利自信 你自信就 就一切都救了 我从懂得这个道理之后 我就不教佛学院了 我在学校教书 教了五年 很奇怪 初中毕业 做大学教书 做了五年 我还做过佛学院的院长 以后再不干了 那为什么呢 误人自敌 你要依这个佛学院定的这些 当成制度 这种交叉排阔 我都不愿意教了 这是 良心过不过去 浪费时间 都学不到东西 那我们用一门深入 尝试新修 他咱们也不相信 学校不相信 学生们自己也不相信 那就没法治疗了 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 你晓得之后 那对老祖宗就 五体投地 没话说 他们指示 我们的方法太妙了 真谛在全世界找不到 所以古艳语 有一句话说 不听老人言的 吃亏在眼前 一点都不做 但今天有几个人 认识老人 有几个人肯听老人的话 你真听老人的话 你十二年之后 你可以指导全世界 社会 社会如何恢复 安定和平 如何化解一切灾难 这些本事 你统统都有了 学者 学者专家都要向你来请教了 我说这些话 我相信 我相信 听得懂的少数 听不懂的占多数 听懂了 有怀疑的人很多 真行吗 真行 我是一个例子的词题 完全用的是老方法 所以我对这个老方法充满了信心 我把这套方法告诉大家 谁学谁成就 心里这些学校东西的时候 这问题很多 纵然拿到学位 不能代表他真有本事 不能代表他真有学问 为什么 现实问题摆在面前 他解决不了 这是真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 这几句话 让我们想起 培养圣仙人才 重要 只有圣仙人才 才能够救世 不是圣仙 不能救世 不是佛菩萨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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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